传承原住民族文化与教育一直都是政府部门积极进行的文化杂根目标 而岳无人才的培育目标更是近几年来各地方政府推展的方向 22号下午在花莲文创园区由文化部主办的整合东部原住民族地区岳无人才与团体培植眼珠座谈会 希望能够了解地方原住民文化创作者对于文化部在岳无推展上的协助 文化部22号下午在花莲文创园区第19栋举办整合东部原住民族地区岳无人才与团体培植演出座谈会 由文化部次长李廉权立法委员廖国栋共同主持 文化部次长表示文化部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座谈 也能够了解整个原住民岳无的发展与一些限制 今天其实就想要来听听大家对原住民岳无部分的保存发扬 看看有什么策略 应该要来处理是比较好 因为在刚才来图中我一直在思索 目前是不是有一些结果的问题 对这个原民岳无的发展有一些限制 廖国栋立委则是强调自己非常喜爱原住民文化岳无 在尚未担任立法委员时就到处的推广母语与岳无 甚至到了钟情于文化的推广 也希望借由座谈会能够了解地方原民文化创作者的需求 当今天我看到了文化部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 我就跟文化部说我要来 第一个我要听文化部的等一下的简报 然后在可能部分听取各位的一些意见 那我们希望今天既然文化部愿意要升提升这个关心的成绩 我们真的是希望一起来努力成就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要讲的最后一句就是 母语是文化的根基 没有人母语这个文化就没有 就没有根 这是我非常忧心的一个部分 原住民文化在面对数位汇流的趋势 要如何面对文化与科技融合的趋势 推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内容产业的发展 更是当前原住民族文化创作者更需要积极参与 也是各地方政府应该要积极关注 与协助文化与科技整合发展 对文化与产业界有多重的价值存在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文化与客内容